大家好,我是Lisa,温哥华的地產經紀 今天我和大家來到温哥华列治民區 Steven South這個區帶大家去看一間溫馨的獨立屋 我們進來室內 我們首先看看右邊就是這間屋的客飯廳 這裡是一個住室的窗戶也夠大 採光也非常好 這間屋是東西向的 後院向東,前面向西 採光非常好,早晚也有陽光可以進入屋 屋主之前在2016年都做過很多裝修 還有木地板,也有廚房的電器 Countertop和廚櫃 我們看到它用的爐頭 那個牌子是Roof 是專業的廚師 即是都會用的爐具 火給個碗,四個爐頭 另外它中間還可以燒烤 是否很方便 我們中國人煮食 最喜歡火候好 還有抽血煙機 也是專業的 抽氣的功能非常之強 就雙倍升 這裡後院向東 早上有陽光入力 這裡也有很大的窗戶 我們一會兒可以出到這裡 看到後院 之前屋主把草地轉成石地 不用打理草地 另外帶去一些樹牆 保持私隱和私密性 還有一個火鍋 還有一個火鍋 我們可以煮燒烤爐 或者煮燒烤爐 或者煮燒烤爐 戶外的火鍋 都非常之好 這裡有兩個Bosch的焗爐 屋主當然喜歡煮食 一個焗爐不夠 所以要煮兩個焗爐 另外這個就是家庭 也很溫馨 這裡也有另一道箱門 也是出去的 取暖是用Fox Air 這裡的門 可以出到樓上 還有樓下還有一間睡房 我們一會兒看到 這裡是一個Full Bath 裡面是林浴間 這裡就是一個Hot Water Tan Furnace 焗的地方 這裡也有一個樓梯底的 Storage空間 這裡還有一個衣櫃 這裡還有一個衣櫃 這裡有一個衣櫃 這裡可以放一些衣櫃 如果有遊客 可以擺放他們的物件 我們看看樓下的衣櫃 我們先看看樓下的衣櫃 先看看樓下的衣櫃 樓上去看看樓下的樓下的四間睡房 第一間房間的尺寸比現在新的大 還有一個空間是放書桌 也可以對著窗窗 這邊是向東,這邊是向西 兩個窗窗可以有通風和對流 這裏有第二間房間 大家可以看到面積是很好的尺寸 也有一個可以擺幾多衣櫃兩邊 現在這個房間就打造成一個小女孩的房間 這個房間是主我 這個房間是很大的空間 屋主可以放一個KING SIZE的床 放了兩個床頭櫃還有很多空間 這裡還有一個WALK IN CLOSET 這個窗窗也是很大的 採光和通風都很好 這邊是向東 早上就會有陽光可以進來 還有這個主我的BUFFLE很大 有淋浴、浴缸、還有兩個SKYLIGHT 所以採光是好,還有窗窗 這個洗手間是非常之闊落 還有它做過升級之後 好像很新 因為這間房子是1990年建造的 現在是33年 但它在2016年做了很多的裝修 包括換屋頂、有新的油漆 大部分的地方都裝修了 這裡有一個FUL BUFFLE 這裡又是有SKYLIGHT 又是有窗 所以總體來說 這裡的房間和洗手間 都是面積比較大 而且採光比較好 這個第四間房間 又是可以放到一個KING SIZE床 也可以放到床頭櫃 它還有三面窗 向南、向西、向北 也是很光亮的 這裡又是這櫃 這櫃也夠用的 小了一點 不過還有空間可以做一些櫃 你可以放多些東西也可以 在這裡看到樓底是16尺多的 還有一個SKYLIGHT 那裡有窗 所以這間房子是通透明亮的 我們就參觀完這間房子了 大家喜不喜歡呢? 我自己覺得現在 掛戒是238萬 地有4330呎 室內面積有接近2400呎 五個房間、三個床位 很溫馨的 這個地區的校網都非常好 它的小學是Homer Elementary 中學是McMouth Secondary McMouth Secondary 在校區排名在Witchburn 名列前茅 很多年都會在前三名之內 還有去這裏附近幾分鐘 就可以去到魚人碼頭 是我們一個應該說的旅遊景點 那裏有散步、有很多餐館 去欣賞夕陽的景色 整個旅遊圈 是令你散步、同狗狗、同家人 非常之舒服 風景非常之美 屋的溫馨 外面的環境也好 安靜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約來看看 多謝大家